陳中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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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其實今天來這裡很高興 能夠看到台灣的這樣子的 還有就是說我們剛剛跟陳中璇教授在討論 有時候學生你們我們要像老媽子這樣子的 去逼迫你們帶著你們做一些事情有時候更累 像你們這樣能夠自我organize 能夠學習 那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這個 好像是很沉重的議題啦 不過放心我會讓他用的大家很happy這樣 那我是誰我為什麼會被邀請來這個siccam 來做個keenote 這個故事大概我大概用很快的十分鐘講一下 大家大概都知道現在是研究所考試剛考完的季節 這個大概 那我們其實現在每個老師最近都是密集的 開始有學生要找我們當指導教授 好,那好啦,你說當指導教授呢 好,這邊是一個很有趣的五理數 就大概我歷年來做了一個統計 好,這五理數是什麼 十分之一點三三三 大概各位看一下這個題目 我讓各位看一下這個題目 我讓各位看一下這個題目 覺得你會寫的請舉手 OK 剛剛那個五理數就是這一題 我在interview研究 就是學生要來找我當指導教授的時候 其中的第一題 但是那個五理數代表什麼意思 大概我平均統計 十個裡面只有一點多個學生會寫 好,這一題理論上 你不是應該大一大二就會寫嗎 你如果覺得 好,你今天我們今天換個角度 你把你的身份換過來 好,比如說你今天是外面 好,Google的老闆 你可能是裡面的team 那你今天interview一個人 他這一題都不會寫 你根本後面任何時間 你都不想跟他再聊下去了 好,那 這是另外一個五理數 這五理數又代表什麼意義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知道大概每年 郭芳藝這個interview大概剛好已經過了 好,國防疫就是你可以不用去當兵 你可以到科技公司去 好,如果你們這邊不想當兵的話 不想浪費你的人生 像洪仲秋那樣子 不小心就隔屁在軍中的話 好,你可能會去服國防疫 好,那這個 好,保證這字有點小 好,那 國防疫的這個 這是我的 因為我大學同學 有兩位在這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 姑且說 我不要透露它的名字 不過就是台灣最大的軟體公司 好,那他們每年國防疫要interview人 好,那interview的一大堆學生 應該說剛畢業 離開學校 好,都是國立 圈圈圈圈圈 志工研究所的學生 那我們就來猜數字一下 這圈是什麼意思 你如果猜這個 好,EA 你如果猜這個 EA 你如果猜這個 EA EA 那後面這個字就不用猜了 那他們 他們其實會用一份考卷 類似我剛剛那樣的題目 簡單到不行 用這個東西 簡單到不行 他們說 那當然我有跟他們說 你這份 你這份考卷我能不能拿來 我去測一下我那個大學部的學生 其實他們說不行啊 因為這個東西是商業機密 因為他們怕這種面試或什麼的題目 流到那個 因為現在瘋傳很厲害 對 那 不過三分之二是什麼 他們說 他們先用一份 簡單到不行的考卷 就可以把來應徵國防疫的學生 三分之二都過濾掉 也就是 這是簡單到不行的coding問題 他用這個先過濾掉 其他的再找來面談 因為他們很簡單 他們認為這些題目都不會寫 他們根本不想跟你談 那 在我千拜託萬拜託之下 我大概 那時候我還在師大 資工系 我拿了一題 他千拜託萬拜託 透露一題給我 這個也是簡單到不行 我那時候在師大的時候 就拿去測了一下我們大三的學生 只有四分之一會 那最近我又測了一下 因為我在中央 後來大概 改到中央之後 應該說去年開始教必修課 我也測了一下我們中央的學生 但是我們在師大學生 你也會知道 我那個在最新公司的大學同學 他們其實有時候 因為我們都會一起打球 講完這個 他就會跟我們講說 你們這些教授到底在幹嘛 這些教授到底在幹嘛 所以 那真是呢 所以研究所考試 就是說 這是剛剛整個過程 那真是 會不會好一點 理論上通常我們學生認為 的確好一點 不是 老師啦 真是的學生 但是這個 我抓了一個漫畫 因為這邊有張字 所以要馬賽克掉 所以要馬賽克掉 所以你知道你在 所以 你們自看快一點 因為我的時間只有五十分鐘 欸 不好笑嗎 對 但是這個 雖然我大概 你會感覺這個東西 也許我 誇張了一點 但是其實 我常常觀察到一個現象 雖然 那個 成績不是說不重要 但是 我們通常觀察到一個現象 就是你成績越好 那這個 那這個跟我在國外 這個跟我在國外念書 不太一樣 你如果今天到美國念書 通常成績不錯 他coding能力也一定很強 大部分都還一定不弱 所以我們國內的教育 是有點相反 好 那 所以 成績不是不重要 因為成績 它代表你一個 所以 我希望 我在這邊不要給各位一個錯誤的概念 就是說成績不重要 那個 我絕對不會 想要灌輸你們這個概念 因為 有時候對成績的這種東西的注重 代表你的一個人格特質 你是不是該把一些必要的事情 當做一回事 當做一回事 但是 問題是 高分 等不等於理解 跟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就不見得有關聯 而且台灣的這個 這關聯還 相差 應該說 有時候 這gap很大 那這邊 所以有非常多的問題 那 舉個例子 那個你們可能不知道 你們知道 真事的時候 學生會來 他可能短短只有五個 五分鐘對不對 好 十分鐘 好 那 所以我們通常 真事的時候 我們 底下 排排坐一排教授 我們可能都會問一些問題 好 那久了我們大概都是 講好 每個教授我就問一個問題 那你猜我問什麼問題 那你猜我問什麼問題 我都問 你怎麼debug 你怎麼debug 那你知道真事 能夠來真事的 比如說至少中央 他可能是中央後面的學校 大概班上都是 前幾名 在 這幾年來 很多學生都答不出來 我最 最常聽到的一個答案是 怎麼debug 那不就compile 會有一大堆的error 那你就error到google 找一下這error message 然後把它修一修 你知道他講完這個東西 你就知道他沒有寫過程式 所以後來也許不誇張 我在某一段時間收研究生 所以這個就是到這邊的 我雖然一直在講研究所 但其實這就是我們大學教育發生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到學校教書大學 我們當然希望得到左邊 我們是得天下英才而交織 你們學生是可以跟我們也能夠有激盪 但是其實不瞞各位 有時候我在這邊 比如說抱怨的這些問題 那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今天是在私立大學教書 你今天是在比中央比較後面一點的 國立大學教書 那個根本是個修羅場 修羅道知道嗎 那個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可能會看到很多新聞 學生應該說 現在老師動不動就要被關 教授 那可能教授因為污了什麼研究生的研究費 進入他的口袋 那的確那是一個 但是那個其實是很少數而已 真正的狀況是 真正的狀況是 我們老師必須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那 研究生的實力 根本就不行 所以這邊告訴你們一個 我希望還是講一個概念 你們有時候也許現在正在念研究所 你們覺得 哪個老師的國科會計畫六千塊 幫老師做事情 那老師不斷叫你做事情 那你就覺得CP值不高 但是其實對我們而言 你說明一下研究所在幹嘛 研究所的時候就是因為你們在大學 都沒有經驗 所以研究所有時候我們會接一些計畫 對我們會逼著你執行 但是這些計畫有個重點 就是你搞砸了 不太會有事情 所以我常跟學生溝通的概念說 你如果進到研究所 那是讓你練兵 練兵你失敗沒有關係 因為計畫做不好 頂多我們就拿不到計畫 就這個樣子 所以你們在學校 要必須要有這個機會 或者有這個平台 讓你們去搞砸一些事情 而不會有代價 這就是教育的目的 所以我們要讓你們犯錯 要搞砸 所以你們如果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你們很事故的很視力的 在探討老闆交給你工作的CP值 那個你的態度是有點錯誤的 對 好 所以 其實 我並不孤單 其實我們很多 應該說資工界 資工系 全台灣很多 其實都知道這個問題 好 所以當然有很多單位都在推動 就是說 奇怪 就是資工系的學生不會寫程式 這一點 好 所以包括這個ITSA 就是剛剛就資助這個計畫 你們知道教育部為什麼要弄這個計畫 資訊人員的培育計畫不就是我們資工系該做的 為什麼還要再另外撥那麼多錢 來做這些事情 講白一點 因為多年來 我們都從各種管道 產業界在抱怨 我們訓練的學生根本不能用 好 那當然 所以有很多學校 你們都知道CPE 在推這個東西 希望大家能夠 但是像CPE也好 或者是這個 NCP 這些程式設計比賽 因為我都有參與 比如說那個ACM程式設計比賽 我已經當了N年的評審 所以我也會出一些題目來折磨學生 對 但是那個東西基本上是一個精英的比賽 有時候我們這些計畫 我觀察就是它只能提升一些精英 比如說各位 你們可能已經是 搞不好都是你們系上比較 知道實作很重要這樣的學生 但是如果在場的各位 跟全台灣的資工系的學生 總量儲起來 其實你們還是很少數的 你們還是很少數的 所以 我個人是 從那個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因為四處必有因 萬物總是照著因果率在走 對 所以 我其實 當學生來找我當指導教授的時候 然後我只給他這些簡單的問題 然後他一行都寫不出來 那我就會問為什麼 那 聽到的答案都是這個 因為我要準備研究的考試 我已經兩年沒有寫成事了 還有我大三就沒有寫成事了 這個 這個很簡單的邏輯 因為叫趨疾必凶 因為你如果發生寫成事的課 會害你研究所考不上 真事考不上 學生很自然就不會去做這件事情 那學校的確是這樣 所以 包括 很好笑的 包括 我們系上 你們可能都知道 大學專題一般來講 在全台灣的學校系所 大部分都是大三下跟大四上 但是我們在去年改成大三上大三下 為什麼 因為 那個專題卡在研究所考試 所以我們 我們老師都受不了了 因為 學生到大專題做了一個學期之後 應該說 資工系的學生好不容易訓練大一大二 讓他訓練會寫一點點程式 然後開始就要來做一點專題 做點應該說課堂以外的東西 那學生又不做了 他可能弄了一個學期 剛開始很忙 所以 剛開始比如說找指導教授的時候 那個學生都是非常的 滿懷欣喜這樣子 覺得好像可以 撇開一些無聊的必修課 但是 真的做了半個學期之後 暑假不見 幹嘛 去補習了 好 所以其實 你們如果說 你們自己現在有在做大學專題 你們都知道你們在大學專題 做不出什麼東西 除非是有那個 真是希望的 但是 大概就是你班上前幾名 你發現 你可以不用去考研究所 我真是有希望 那可能專題還會稍微認真做一點 所以 但是 當我聽到我們戲上這樣的更動的時候 我是覺得 好啦 雖不滿意但可接受 但是其實是我們向惡劣的大環境妥協 所以 所以你們都知道我來這邊是因為我在Facebook上面貼了一些問題 那貼了之後 被轉載了大概應該說被分享了大概七八百次 因為我貼的就是說學生不會寫call 然後到最後我們在軟工所做的這個一個創新的一個研究所入學 那這是在分享的過程當中 某個學生 他的反應 那我看到是 我看到這個Facebook的留言的時候 我是有點啼笑皆非 不過這個已經大概也一兩年前了 我不曉得這個學生畢業之後 他會不會覺得他自己這個想法 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 我一個很愚蠢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的整個大環境怎麼變成這樣子 理論上你知道 資工系畢業不會寫程式 跟中文系畢業不會寫文章 還有電器系畢業不會用山用電表 是一樣的事情 對 那我不會想這是學生的錯 我第一個會想就是說 我們學校 到底怎麼樣莫名其妙塑造出這樣子 考試引導教學的環境 對 那當然回歸到你們學生的身上 你們學生怎麼會 那個字是笨 怎麼會笨到去 不會去思考 就是說你念完資工系 如果你要拿這個學歷 去做事情 你遇到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 你們都知道連彭總裁都講話了 所以 最近的新聞應該知道吧 他覺得我們這個 我們國家經濟的很大的問題 我們的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 也是啦 對 那我們訓練不出產業界的人才 但是 其實背後 最後他說 教育部有在解決 教育部已經在做了 但是我不曉得有在做什麼 對 這是最大的問題 那 那 有沒有有一句話 什麼鳥到台灣就會生怪蛋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所以比如說這邊我隨便舉個例子 好好的民主 人家歐美實驗了幾百年 那叫三權分立 到台灣我們就搞個五權分立 然後就問題就一大堆 那 明明公投這種東西 在西方民主國家 它就是很稀鬆平常的一件事情 稀鬆平常 然後到我們台灣我們公投都投不出來 那這邊 所以這邊還有很多的東西啦 對 所以最後總統制內閣制 如果你們關心一點這個國家社會的話 我們就搞了一個雙手掌制 好 我其實要先說一下 我們沒有比歐美人能聰明 好 所以 除非那這個套具 這是我們什麼 台灣特色的民主制度嗎 好 我不太曉得 所以 好吧 我最受不了的 到時候有爆發的一個點是這樣 剛剛你們在說前面幾任 那 大概是兩年前 那時候有個學生來找我當這老教授 那 各位在座可能很多人都認識他 他叫CA 對 不知道沒關係啦 對 那他來找我 奇怪 我跟他聊五分鐘 我就發現 不得了 這個學生 我當下當然 就是說如果他要找我一定收的啦 後來的確就收了 因為他在學校的時候就會去研究物件導向 然後這些open source的東西 對 那 但是我後來跟他聊了一下 他畢業的時候研究所考不上 然後就去當兵了 他畢業的時候研究所考不上 然後他就去當兵了 當完兵之後呢 他還要去補習班補習 然後補了大概 我不知道半年一年 然後總算 才考到中央 然後來進來 對 那 這東西我其實就可以看到就是一個 你知道這個不太對 上到這不太對 好吧 所以既然考試引導教學 所以後來我們就知道 如果在座的各位也知道 我其實就是 先在Facebook上貼了這樣的東西 對 然後後來就真的進行真式的招生 我這個招生是 這個招生其實當然就是讓學生實際上級考 那他當然有一些 所以你說上機考這種東西 是過去 像ACM程式設計比賽 還有大專程式能力設計比賽 這些CPE都有 那 但是這個東西 我覺得大部分還是在 你們如果玩過這一類的 有時候你就實在很不想玩 那當然他跟 因為我是做軟體工程的 他跟寫程式 真的寫程式 就是要解決一些問題也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你們看到右邊的缺點 所以 好 抱歉 我其實不太能夠批評 因為我都是歷年來的評審 我在裡面 這些東西專注於解演算法的題目 那 不鼓勵使用Library 那他們寫的程式呢 完全不需要用到Pointer 跟Reference 這個東西 其實跟食物的Coding差距是很大的 所以我希望能夠來改良 而且他沒有Code Quality的概念 我在幾年前曾經帶 應該說帶那個 你們知道有個叫高中 奧林匹亞城市設計比賽 IOI 那我曾經帶那個出國的四個優秀 那些學生程式可能都比你們大勢還厲害 應該說國手 但是 我就做一些事情 我說 某某他解出來了 那你把他打在螢幕上 分享給其他 他不想分享 第二個真的被我逼得把Code打開的時候 我看不懂 因為那是為了解演算法 一些很特意的解法 了解嗎 那第二個 那時候我想要 我看他那個 IOI的比賽 有一些Debug 我要教他們Debug 他說我們不需要用 所以 所以你做這種東西做久了 有時候你會被誤導到 就是說 以為全世界這個 我們這整個資工的東西都在解 應該說解演算法 所以 我這邊很快帶過 所以裡面有些人大概就知道 所以我都跟我們系上聊了一下 我們有一些真實的名額拿來試驗一下 那另外在這個資工系那邊 也開出幾個名額 你如果拿CPE成績來 雖然說CPE也是針對演算法 他就是把ACM的題目拿來 但是我們認為至少你是很會寫程式的 對 而且不抗拒是寫程式 所以上去考的方向 我這邊比較快帶過 就是 我就是研究 能夠出一些比較特別的題目 比如說我會出一些物件導向的題目 這是產業界用的最多的東西 我也鼓勵你善用工具 那還有就是 比如說這邊就可能有很多可以玩 所以實際上我們去年的比賽就是 會出一些有BUG的程式 讓學生去解 或者是出一些 未來希望也能夠有一些 比如說實作方法不佳 然後看他是怎麼樣會重構這個系統 那這個 所以這邊我比較快帶過 所以我修改了一下ACM那些上機考的東西 比如說你今天一個test case沒有過的時候 我可以把一個名 應該說open 就是名的test case 內容給你 但是你把程式修改了之後 再重新上傳的時候 你還是要過一個隱藏的test case 那這個東西就是 其實是一個最大的改良 對這個有些detail我就不講 這是那個我們的online judge的系統 對 好 所以去年算我們試辦的第一屆 那當然我們有請一些產業界的人來出題 不過我們發現產業界的出題 他們對出的題目都太難 那個學生根本一看就不會做 但是產業界因為他們可能在interview的人 interview新人的時候 他們覺得這種問題你不會你根本就不用進來 好 所以這個落差就很大 所以後來我自己必須去補很多的題目 那當然學生的反應 後來有一些 考過這個就是說 他們抱怨就是要不是題目太簡單 要不是題目就太難 所以這有時候應該說 現實跟夢想是兩回事 抱歉 咦等一下 他說我沒電 他說我沒電 對 那再來 因為我們就只限制C C++跟Java 那有些人你們不知道現在都在寫什麼JavaScript 他們可能就抱怨這個東西 所以各種問題其實我們都收集了 那後來錄取的大概十名的學生當中 有蠻多是非資工系本科的 也就是說那些程式很簡單的問題 很多資工系反而不會寫 但是非本科系的學生反而會寫 所以 當然接下來我還有很多的壓力 其實剛開始在辦這個考試的時候 我們的系主任就不斷來關心 你辦這個東西會不會沒有人來考 所以我那時候也很緊張 所以你知道我到Course Cup 去閃電獎 去做一些宣傳 後來還不錯 大概有三十幾個學生來考 但是在辦這個過程當中 各位你們都知道 我們台灣很講究公平性 就是一定要有個公平公開的任何的 應該說教育資源 一定要講究有個公平公開的東西 所以 考試公平性 一點都不容質疑 這是我們很大的壓力 在台灣辦這種東西 所以包括我們出研究所的題目 你們都知道 有時候我們會去出研究所考題 可能都會有學生 來質疑你 我們都要去寫 不是寫悔過書 我們要去寫一些 對就是很多這種鳥問題 當然先比較怕的是 那個我們系主任 因為第一年還滿成功的 威脅我們那個要把它擴展到資工系 對 好 OK 所以 所以台灣的資工教育的根本問題是什麼 其實 你如果想要做任何的改革的話 就會像 這個可能有點模糊 這是大家都知道 功夫裡面 這叫做 鴛鴦乾坤麻花鎖 我們很多舉止會互相卡住 為什麼改變 為何困難 因為 其實 不是沒有人探索過這相關的問題 你比如說非常重視石座的北科大 北科大 他們其實在研究所考試裡面 就有加考程式設計這一門課 這一科 那但是 我曾經跟 每年都出這一科 改這一科的教授聊過天 他們說 很困難 第一個他們改這類的 改這類的科目 會累死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報名的五六百份 會累死 然後第二個 因為研究所考試開 總分次 所以他們發現這一科的成績呢 學生要不是大好就大壞 有時候常常會變成沒有鑑別度 而且會 會牽扯到就是說整個總分 所以它有一些反效果 第二個 為什麼沒有人敢動 為什麼是一個什麼鴛鴦 什麼麻花索 因為你任何改變考試制度 台灣的研究所都是在搶學生 你改變任何考試制度 都會 你可能會繞得沒有人來考 所以 改變為什麼困難 看一下 很多 很多原因 所以根本的問題 我大概快一下 我們的聯考試度 送了一堆學生 到各系所 其實你們看班上的同學 有時候大壞到大 他們可能就已經知道 他們恨這個科系 但是他沒有出路 但是我們教授必須要 讓他們玩四年 結果就是這樣 所以最後我說明一下 還沒有最後 因為我時間還很多 所以我說明一下 我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做TA的經驗 所以有時候你 應該說看看別人怎麼做 有時候可以來思考這個問題 美國的入學 大學入學主要以學院為主 那你們在座可能有交大來的 有沒有交大 我是交大畢業的 但是你知道交大有一個 叫做電機資訊 那個科系對不對 讓你裡面 對那個部分概念是對的 不過美國更 應該說更彈性一點 所以比如說 通常工學院是最tough 他們讓學生 你如果工學院混不下去 你可以轉到理學院 理學院混不下去 你可以轉到藝術社會科學院 了解嗎 所以他們 他們他們不會要去參加什麼轉學考 基本上他們以學生為主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年紀的學生 剛進入大學 腦袋瓜其實 不能說不太清楚 應該說這個人生的經驗歷練 很明顯是不夠 所以 美國名校的 Compure Science 是怎麼做的 我去那邊 開始去當他們大一的Programming 101 就是城市設計的助教 你知道因為 Programming相對下是薪水高的一個職業 所以會有很多學生來 所以這門課 我們的上學期 有將近快三百個學生來修課 有將近三百個學生來修課 那但是呢 在整個學期課程進行當中 每個禮拜三上級考 隔週教一個程式 這個上級考當然 每個禮拜三喔 整個學期每個禮拜三 因為後來我老婆有去修這門課 那時候我老婆寫不出來 我就偷偷Tail Net 進去幫她寫 所以我也知道那個題目是什麼 因為我也當TA 好 上學期過了 下學期剩多少人 下學期剩四十個 其他的學生都知道 Coding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他沒興趣 他就轉到比如說 所以他們有一些 應該說制度上比較非常的有彈性 讓學生有一些出路 對 那所以你說 美國大學生混不混 我們都念過大學 我們都知道 大學生活是怎麼樣 對不對 盡量happy的過 美國大學生你說 他們也是什麼開party 喝啤酒 什麼兄弟會或什麼 那我告訴你 這四十個留下來都很厲害 我跟你講這四十個留下來都很厲害 而且他們都很清楚自己要幹嘛 好 所以 有沒有很看破這一點 有啦 但是 你說要弄得這樣子 很有彈性的 對學生很好的一個教育制度 你說比如說以我中央好了 那可能大家都會抗議 好 那你這個制度會不會害我沒有學生教 很多個開了沒有學生來上 有可能它就是市場決定 好 就市場決定 那我的觀點就是說 我們整個這個很僵化的制度 其實當然你說國立大學的資工系 設備或什麼資源是很好的 好 所以理論上一個國家的教育制度 你應該把好的資源 讓真的有興趣或者什麼的學生 讓他們去享受 不過我們的制度很僵化 不見得是這樣子 對 這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你們知道這個 有個9網software 它出了很多書 什麼約爾潭軟體 有時候你們知道 學校有時候不是你想的那樣子 好 學校不是你想的那樣子 你們可能各位很想要寫call 不過學校有時候 應該說 大家都知道 學生訓練出去 可能不符產業界的需求 但你如果去問很多教授 他們可能會回答你 我們本來就不是職業訓練所 知道嗎 所以這個當然會回到根本問題 大學教育到底是什麼 這個會有很多的爭論 只不過 我是通常會持這個論點 不要忘了就是說 我們大部分的學生像你們 畢業之後 並沒有要走學術研究這條路 你們就要去找一份好工作 過生活 所以說大學沒有這種 培育的義務 我是比較不太贊成 好 所以最後大概還有20分鐘 那因為大會的工作人員 在跟我溝通的時候 他說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創新 好 那我就會講一下 我們在教育上應該有什麼樣的創新 所以新時代新挑戰 其實如果20年前我當教授跟現在 其實我面對挑戰是什麼 先看一下 我是五年級生 五年級生我們在這個年紀幹嘛 我們那年代沒有Internet 我們那年代什麼都沒有 我們只有打小精靈 知道嗎 我們學校的什麼電腦研習社辦的比賽 就是小精靈比賽 很無聊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們現在不是 你們現在每天幹的事情 誘惑真的太多 所以現實與理想的落差就是這樣 比如說我曾經到國外念過書 我知道上過某些課 那些課應該要這麼上 但是我搬回來學校 在台灣完全不會work 因為學生就完全掛掉 當然這個有點悲哀啦 沮喪 所以歷年來我都知道 你不能 你如果就是說像 你想要用一個傳教士這樣的東西 要來教學生 基本上不會work 所以我分享一下我哲學學compiler的 我知道我有學生剛好在修這門課 好了不過算了 有時候會透露一點 像這門課根本就很硬 非常硬的課 要有大量的實作 那 我沒辦法叫學生做一個mini-passcare 當然我去美國修課的時候 是真的把一個mini-passcare 從無到有做出來 但這個在台灣不會work 所以 像這學期我做了一個 你們可能有人聽過 Khan Academy 這個東西 我把所有我上課的東西都弄成錄影帶 影片啊 因為你知道學生常常有時候來上課 他沒有在聽的 你在講的時候他可能在想他女朋友 昨天怎麼樣的溫存 好 不要在這裡講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但是 我們老師在講課的過程當中 過去就沒有了 所以Khan Academy這個概念就是說 老師把投影片錄下來 那學生回去可以review 然後呢 上課的時間就是來問問題 上課的時間就是來問問題 那所以我這邊還做了一些 所以 學生在我這門課 比如他認為他念到這一張了 差不多了去找TA TA就讓他抽題目 我們準備了每一張有一些題目 那他要自己選九宮格 連成一條線的時候就代表pass 你知道沒有辦法 我們這個世代老師就要用這種東西 引誘你們去念書 那所以 這九宮格有一條線 那 到了某個關卡可能就是你當場上機考 要寫一個小程式 那這個東西我剛剛介紹我們那個軟工所的那個 那個上機考系統就會用到 那最後這個 你們大家都學習你們都告訴我們 你有時候要有團隊 團隊 學習 大家進步才會快 所以我們弄了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 十年前公佈這個組隊 那我們會給一個隊兩個人不一樣的題目 剛開始分開做 剛開始你不能teamwork 所以鼓勵你就是說 那個團隊公佈之後 你要去抓著他一起去study這些東西 那如果在一個小時內 或一個半小時內 兩個人各自把自己題目解完 那團隊就得滿分 但是一個半小時之後我就開放一個團隊 可以努力再合作去解這個問題 好 所以這個 這個大概就是 所以有時候 好 所以這是我比如說上課的投影片 等一下 等一下 抱歉 我要拉一下 好 好啦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 抱歉 因為剛剛那個 本來我要拉到那個八點二十分的地方 因為我插了一段 那個女神陳妍希的那個影片 大概短短的三秒鐘 好 所以那個group competition的其中一個題目就是說 女神陳妍希在哪裡 嘿 嘿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創新 好 不過最後其實 快講一下 好 其實 當大會要 要告訴我說 誒 這學期的題目是創新的時候 其實我想教一下 一盤冷水 我們在大學教育 其實你們現在應該知道 是沒有教你們創新的 好 其實 我們大部分其實在教你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好 那創新這種事情 研究所也許他有一點 好 但是如果你有創新的基因 在國高中這六年沒有被摧毀 那你算很lucky 嘿 不過anyway 其實我們為什麼最近都在講創新 其實因為我們台灣 大家都知道薪資倒退十六年 所以政府有知道 要改變這種問題 就是要鼓勵你們年輕人創新跟創業 因為你要走知識經濟的道路才有可能 但其實創新跟創業是兩回事啦 所以這是一個數字 從0變成1 這哪一國人最行 美國人 從無到有 這東西是最大的創新 如果說哪一國人最行 那我這邊就舉美國人 那為什麼美國人才可以幹這個事情 因為從無到有的創新是最難的 有時候你必須你的國家裡面要有這種創新的土壤 這土壤包括從你們小學教育就開始 那我必須承認其實我們這種土壤不太好 因為我們國高中的教育 基本上還是填壓教育為主 而且你如果不接受填壓 你可能就進不了大學 很給杯的一點 不過這可能是最困難的 那再來 你真的要從無到有去做創新 那你必須要有 其實講白一點 你必須要充實你的生活經驗 還有專業知識跟智慧 所以比如說我舉我的大學專題 帶大學專題的學生做例子 我常常學生來找我之後 我就說 好來你們自己來想一個 有趣跟你們人生生活有關的題目 學生通常想不出來 那有時候我會覺得 這東西就是跟他的人生經驗太薄弱有關係 所以你要做這個點不容易 所以比如說我在interview研究生的時候 我會問你一個問題 你最近看過什麼書 或者文章讓你很印象深刻的 大部分學生都不知道 因為他整天 不知道 所以如果各位你們真的想要 有什麼樣的創新 你現在一定要做大量的閱讀 這閱讀不見得是讀書 所以有時候我發現你們加某一些教授 或者是某一些有名人士的Facebook好友 還不錯 我們有時候比較會貼一些 好 就是比較跟創新的知識knowledge有關的東西 所以 這邊開個玩笑 鹿龍到底是什麼 你的人生的如果連common sense都沒有 你怎麼樣會談創新呢 就是在簡單不過的問題 所以你們要活得非常的精彩 你才有創新的本錢 所以我這邊介紹一個這一期的商業週刊 食物界Google的故事 這個人叫太崔克 那他現在最大的一個東西叫做人造蛋液 人造的蛋液 不是真的蛋 而且吃起來跟真的蛋一模一樣 這個東西得到Bear Gates 還有香港最有錢的李嘉誠的投資 那你如果看他我把他打出來 欸 抱歉 對 基本上 這個人太崔克 他的人生經驗是什麼 他到過非洲最黑暗的地方 他看過最悲慘的事情 有些人可能只是那邊的黑人 為了吃一餐就淪為娼妓 這樣的人生經驗他就發現 因為你靠動物生產東西是不經濟的 所以他會去探討就是說 我們人要吃蛋白質 但蛋白質植物裡面也有 所以他剛開始 請了一大堆食品公司的科學家 食品營養學家來做事情 後來燒掉1.5萬美金 百萬就是美金 燒非常多 結果為零 那他後來開始思考一個問題 他說 你如果今天想要做的東西 比如說就是要做比iPhone好或什麼 你做不出任何新的東西了 所以他後來跳出思考 他改去找什麼樣的人 他改去找 廚師 分子生物學家 所以他後來才做出 這樣子的人工彈役 不過這個意思概念是說 你必須要有豐富的人生經驗 盡量去讓你的活生更精彩 要說你的創新才來 對 那最不幸的是你可能 有不錯的創意 但是你做不出來 這是你們該思考的問題 所以像這個 等一下我會講Facebook的這個例子 1 我還有五分鐘 變成100 從0變成1很困難 對 從1變成100 就哪一國人最行 日本人 日本人 所以這邊 另外其實你們可能要追求的創新 不是前面一種 你們先練習追求這一類的創新 因為從1不斷地進步到100這個過程當中 每一步都需要創新 了解嗎 每一步都需要 而且創新有時候更重要 你到99那一個階段 你如果沒有前面98步的創新 你也不會成功 你也不會成功 你如果最知名知道 你們現在知道平板電腦 但最早出平板所謂Tablet PC是誰 是Microsoft 它那個時候做出來很厚 很重 所以你說Microsoft 它當初沒有看到這個東西嗎 有 但是只不過那時候technology 或者是他們 他們沒辦法像那個Apple這樣子 每個細節把它一步二三都把它做好 它沒辦法做這個事情 對 所以 好那最後就聊了 那誰把100變成0最厲害 好中國人 因為你就知道 如果什麼東西被中國大陸做了 你大概就是沒有什麼利益可言 那個殺價競爭就進 就是紅海 紅海政策這樣 所以 最後創新 能力如何培養 我大概 所以只能講 你必須從質疑開始 你必須從質疑開始 就是不斷問自己 事情為什麼一定是這個樣子 你如果 所以你如果每天都活在生活的小確幸 然後你用個每個App 用個每個軟體系統 你都 覺得OK啊 他們都很好啊 那你不會有創新的 那你沒有創新的 所以 但是我在帶學生 那麼多年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 有時候是發現 最怕是學生不知道自己有問題 我這邊有很多例子 不過我只講第一個例子 這個 我有個學生 他現在在某一間 國內很大的公司服國王毅 他有一天打電話給我 跟我聊了一下 他覺得 老師我過去跟你學的好像是錯的 我說什麼意思 他進到這間公司之後 進到那個團隊 然後他看 那個城市也不是才五千行 結果那Main Program就有兩千行 Main有兩千行 知道嗎 你們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你覺得這有什麼問題 那他就看不下去 然後他就花了一大堆時間 把他整個系統重構 好讓未來 然後他本來很高興到那個 團隊開會的時候說 我做了這個事情 就他那個團隊 裡面也都是國立大學台經教畢業的 他說你為什麼要做這事 我們以前不是活得好好的嗎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因為他們那些老娘可能覺得 你改我的Source Call 你是嫌我陳四馬寫得不好嗎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如果說 所以你說這間公司 我不要講他是什麼 他過去曾說他要 開始走向軟體 不可能啦 創新你要先知道自己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才有可能能夠做到一些事情 所以你們慢慢未來會去 尤其去業界去工作之後你就知道 這八十二十法則 雖然不是講這個 但是你要知道 十個人裡面有八個人 應該說一百個人裡面有八十個人 大部分他們是習慣既有的做事方式 你不要想改變他啦 好 但是你們不能當這樣的人 因為 我們不是公務人員 我們不是唸法律的 你們應該要知道 陸容是什麼東西 懂嗎 所以 這個最後我可能大概講一下 我研究的一些創新 大概因為時間剩下一分鐘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的研究有時候一定要創新 那我的研究領域叫軟體工程 聽起來很乾對不對 好像沒有什麼創新要做 但是 好軟體工程大概是什麼啦 很簡單講一下 你如果這個 你要蓋狗屋你需要什麼樣的工具 一把尺一把錘子就好了對不對 你如果蓋101大樓 你需要什麼樣的工具 技術跟技巧 這就是軟體工程在解決的問題 不過anyway 我以前的人生經驗 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概 我以前在中研院這裡工作的時候 我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說 我要去抽 應該說我在做的東西叫OCR 我要辨認一些文字 把它認成 就是說你給我這個影像 我要認成它是一個雙字 那這個debugging很困難 所以那時候比較快的時間 那我那時候就做了一個debugging的東西 後來 覺得奇怪 每一個 每一個領域 理論上他們碰到這種debugging的困難 他們應該都會自己額外開發一些工具去解決 後來 畢業之後念書回來當中就發現沒有 所以後來我有一些研究 其實基本上就是 都是從自己的本身的問題來開發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跳過 對 不過anyway 雖然這是我的研究領域 但是給你們做個練習 因為像我的研究 或者是我過去因為要寫很多的code 所以當你的程式實作多了 你知道寫程式其實很辛苦 然後一個bug 可能可以卡住一個禮拜 那當然你會持續下去是因為你對這東西有熱忱在做支撐 那比如說 比如說我在帶研究生的過程當中也發現 有時候一直偷懶 沒有對學生做code review 我就要suffer很嚴重的東西 這東西其實都會讓我去想一些問題 就是說事情一定要這樣子嗎 沒有更好的方式嗎 比如說 學生寫的code亂七八糟 難道我沒有一個工具 能夠幫我review 你可能會說有這個工具 但是那個跟我要的不一樣 能夠幫我自動分析之後 然後告訴我這個學生 這程式哪裡哪裡寫的多爛 根本不能這麼寫 這就是創意 你要從問題當中去萌鬆一些創意 這要從你的開始解決的過程當中去驗習 對 所以從你的擅長領域也許不是像我這樣 不過鼓勵你們就是說 當你在做事情的時候 你要不斷的質疑事情是不是一定是這樣 所以最後我常常跟我研究生說一句 你如果看一篇論文或者看我的論文 你都覺得這論文很好 那你不要在研究所裡面混 甚至論文是MIT的什麼實驗室寫的 你如果都能夠看出來 這個論文比如說哪些東西在呼嚨 哪些東西根本就很困難 他說的很簡單 那你就成功了 表示你有創新的能力 對 當然創新還可以胡思亂想 我這邊快一點 剩兩月投影片而已 為什麼你要大量的閱讀 你要多觀察科技的進展 所以比如說我這邊舉個例子 你都知道現在穿戴科技很 好像是個未來 在穿戴科技你如果直接想一下 跟軟體有關的一定是語音辨認 或者你看如果語音端情人 你一定知道那個東西的未來 對吧 所以你如果要做這個東西 比如說我現在舉個例子 你去把現在open source的 語音辨認的引擎找出來 然後把它改到 速度可以快到 像這種手錶的這種裝置 都可以辨認 你知道現在語音辨認很慢對不對 你跟他改個五年 那個東西就是你的 當然我建議你們多看科幻電影 因為有時候科幻電影的劇本 那種東西就是很有創意的人 有時候他已經在告訴你 未來的technology是怎麼樣 最後不要讓自己太乖 有時候要邪惡一點 記住Facebook你如果去看他的電影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他剛才不是為了賺錢 他為了把妹 知道嗎 他是為了把妹 他是為了把妹 他為了把到那個兄弟會 姐妹會的妹 對 所以 anyway 所以這個我們需要有個happy ending 希望創新這邊給各位一點回去可以 一些想法 抱歉有點拖到三分鐘 四分鐘 那現在我必須看各位有什麼問題 簡短的問題 如果時間不夠 歡迎各位私底下來問我 討論一下 但如果時間有需要 在高利亞的方式 我可以提供大師的方式 我可以提供大師的方式 沒有問題 可以 請大家 我們要去看 我再去看 你應該要去看 那我會去看 那我會去看 你會去看 那我會去看 谢谢大家